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丑春秋大蟹 热頭泥八千里 氣壯山河繞一回那麼走 一切忠孝 等一人樣樣齊 都說那混沌破天盤古屁地 夫妻女娃三皇五弟 茫茫的天術神來定 腰順羽湯文武成康晴 荒漢五湯忠宋祖一代的天子 一朝明照此容何離境 楊家將那個岳家君 個個是消毒善戰無人敵 木蘭的小 燈國的翼 月飛的豬 水國的信 孫悟空太的金朵雲 年一分十萬八千里 凌貴蒙古蘇黃東北長江黃河溪 藏中雲武胡四海九州山河 左邊的神州任我行 多守松露鈴 吹不息小河鈴 說不停 不管土河北 甘河之外 神州一夢傳天地 上一回說到 周五王激發創建周朝 分封土地給四方諸侯 而江子牙奉原始天尊之命 在夏世開創文明的天神們 完成使命回到天上之後 封了三界內的政神 掌管世經之事 而柳玉龍從九龍山回來之後 卻和師兄李斌 談論到了老子的道德經 他們到底能不能夠找得到 當初老子給他們的那一卷道德經呢 各位就請接著看下去吧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天之道 損有餘而卜卜卜足 人之道 損不足以鳳有餘 師兄 你說這道德經裡頭啊 寫的都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呀 那來來來 這個呢就聽我跟你說啊 說到這道德經啊 那可不簡單啊 不過在說道德經之前呢 咱們得現在說說老子這個人 對對對 聽說老子這個人啊 可不是一般普通人啊 各位 說到這老子啊 其實他是一位天神下士 既然是天神下士呢 那可就不同凡響了 話說呀 老子的母親 在懷他的時候 是懷了七八十年啊 這懷了七八十年之後呢 也生下來 這一看呢 又不對勁啊 這個玩兒竟然是白髮蒼蒼 還生得兩道白眉啊 這一看上去 那是氣度非凡 不同常人啊 那肯定是天降神人啊 可不是吧 那老子既然是位天神 為什麼要在這時候下士呢 哦 這個呀 就要說到周氏王朝了 這周朝啊 在歷經了武王 成王 康王 一些仁德帝王的治理之下 那是天下代平 國泰民安啊 不過到了最後 無奈呀 人心不顧 貪欲洪流啊 這國與國之間起了衝突 諸侯和諸侯之間呢 起了矛盾 不是你爭我多就是你鬥我搶 別說無視天命的存在了 就連君主的亡命 那也都不聽咯 啊 那些諸侯怎麼會這樣 都不遵守天意亡命 這豈不是要天下大亂的嘛 就是呀 所以說呀 這老子雖然是位天神 不過呀 他看到了 原本純真善良的人們 竟然落得如此頹瓣之風 於是呀 就慈悲於懷 決定要下誓傳道 看看啊 還能不能環救 一些人心的道德呀 那老子他到底怎麼做啊 這個呀 就聽我慢慢 仔細道來吧 各位 話說這老子下誓啊 正好是在大洲王朝 日漸摔頹之際 這老子呢 原本也是在朝廷裡頭 擔任一位小官 但後來呀 卻眼睁睁地看著人們 為了現實的利益 失去了人心根本道德的存在 沒有了真 沒有了善 沒有了純真良好的正面 尤其是那各個諸侯國呀 那更是不像話了 你占了我的土地 我就搶走你的財產 你掏走我的糧食 我就奪去你的長池 但是 再這麼下去還怎麼得了啊 所以呀 這老子一看了這個樣子 就搖頭地說道 唉 原本下誓來 是要看看人們 還能不能找回一些道德善念 唉 沒想到啊 人們竟然是如此沉迷世間的利益 唉 看來我還是回去吧 於是呀 這老子就決定要離開京城 前往他方 這一天呢 老子正要離開 前往西方的秦國 話說老子還沒動身呢 在遠處就有了動靜咯 就在那遠方啊 有一個關口 叫做韓谷關 那的首位關呢 叫做令寅喜 這位令寅喜啊 他本身就是一位修煉之人 他一生求道 多麼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尋得真理 圓滿功成啊 這一天呢 他突然間 感覺到京城裡頭有一股正氣衝了過來 他趕緊出門探望 唉呀 這下不得了了 只見那一團團的紫氣霞光 就這麼飄了過來 他趕緊不測一掛 看看究竟怎麼回事 唉呀 原來是神人之者 老子將要到來 唉呀 趕緊著 趕緊著 唉 門外的守事官 趕緊著 今天啊 將有神人路過此地 快快清理道路 好迎接神人駕鄰哪 唉呀 這令寅喜啊 一發現老子要到來 那是興奮至極 心想啊 自己修煉了大半輩子 卻是一無所成 今日有幸能夠遇到神人到此 還能不趕緊喬教一番嗎 果然啊 過了一會兒 只見老子騎著小青牛 來到了函谷關 這令寅喜啊 一見到老子來了 是興奮地衝上前去 對老子說 萬聖令寅喜 在此等候前輩多時了 這老子問道 嗯 你是 令寅喜回答說呀 萬聖令寅喜乃寒谷關首位 對於修煉求道甚是精進 又得知前輩乃是位神人尊者 故來向前輩請教一二 這老子聽了就說呀 哦 是這樣 嗯 好 那我問你 現在這個時候 人們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不把人心道德當回事了 你區區一位守未官 為何有如此想法呢 這令寅喜就說呀 前輩有所不知啊 萬聖令寅喜 生來就一份求道之心 這名利貪念 過言雲焉 人生在世是區區幾年啊 像當初遙順時代的百姓們 那是清心寡欲 淳樸善良 一片祥和之氣 令萬聖羨慕不已啊 難道萬聖還能不把握著 短暫的人生 靜靜修煉 反本歸真嗎 這老子一聽了他的話 就說呀 上世聞道勤而行之 中世聞道若存若亡 下世聞道達小智 看來呀 今天真讓我碰到一位 人上人了 其實呀 這修煉求道的真理 是不能隨便說給人聽的 不過 看在你如此求道靜靜之心 好吧 我就姑且送你幾句話 讓你好好參悟吧 話說這老子是開了金口 要替令營喜呀 指引一條修煉之道 於是就當場留下了五千多字 交給了令營喜 還對令營喜說道啊 令營喜呀 這天地之間的真理 無窮無盡 人們是無法輕易理解的 今天我匆匆留下了五千言 只是給你做個指引 其實呀 離真正的大道還遠去了呢 不過你只要記住 這天地無銀有正面 清靜無為道無邊哪 於是這令營喜呀 就接下了老子的五千言 一看 呦 道德經 再打開仔細一瞧 哎呀 果然是字字如跡 句句真言哪 哎呀 哎不 他引進著老子正要悉行而去 就趕緊喊著說道 喂 前輩呀 您的大恩大德 晚生感激不盡 哎 晚生斗膽再問一事 您究竟是何方神聖啊 這老子聽了 就騎著一頭小青牛 背對著它說道 無名無姓無字號 無千真言傳玄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于是呀 這令營喜呢 就這麼看著老子 往西邊漸行漸遠了 哎 師兄 剛才聽你說完老子的故事 可是我還是不太懂 裡頭寫的是什麼意思哎 這部道德經哪 雖然說是字字如跡 句句真言 其實呢 這全部看來 簡單的說 就一句話四個字 哪四個字啊 反僕歸真 反僕歸真 這話怎麼說呢 反僕歸真 那老子說呀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他説呀 這人呢 在滾滾的城市當中 把那原本純真善良的心呢 都給污染了 所以呀 才又慢慢地 找回最根本的自己 就要遵循天地之間 自然運行的道理 回歸最真實的一面哪 哦 反僕歸真 哎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怎麼做呀 啊對 老子當時說呀 他留這部道德經下來呢 並不是要交給人們說 如何過好日子啦 過好生活啦 那可不是啊 他說呀 這部道德經 其實就是留給人們 如何修煉的一條道路 至於怎麼做呢 他告訴當時的人說呀 要少思寡欲 清靜無為呀 少思寡欲 清靜無為 不過師兄 你看當時那些人 早就被這名利財器給沖過了頭 還怎麼少思寡欲 清靜無為呀 所以說才要修煉呢 你前些日子啊 故也上九龍山去 閉關修煉嘛 你看 連咱們在凌雲仙壇裡頭 都得要修煉了 那那些在紅塵俗世裡的人們 就更需要修煉了 否則呀 一旦失去了人心道德 任意的胡作非為呀 那可真是一步步地走向 白仗深淵 萬劫不復 可悲又可憐哦 那倒是真的 不過有的人啊 還真能看出這些個道理來 他們知道啊 這人生在世 幾經寒暑 是辛辛苦苦奔破牢碌 在廣大無為淫的蒼穹裡 不也就是彈指 一揮尖嘛 說什麼為名為情為力 那都是自尋煩惱 這我知道 這就叫做天下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 是非職位多開逃 煩惱奸陰強出逃 金榜迪名虛富貴 洞芳花竹假陰元啊 這修煉之事 今朝不休更待何時 歸真之路今日不興 環球胡敬啊 好容哥說得好 我岂止會說 我還會寫呢 你還寫啊 寫什麼我看 我剛剛自個琢磨了一下 就把老子的故事給寫上一小段了 這不錯呀 這寫得好啊 那怎麼可來唱上一段了 好啊 那就來吧 天上神他下世來騎著青牛來到了黃城外 髮蒼蒼是兩枚白 為救眾生慈悲於懷 船大道他滿心期待 沒料想人心卻敗壞 騎著小青牛走出寒谷關 下定決心是要離開 走在半路上紫氣霞光閃 碰巧遇到了守衛官 心中是他說開懷 為求得到他迎接志者來 區區五千言道理說不完 老子的經典 道德的真諦是流傳的千世萬萬載 師兄 這道德經裡頭啊 就是有那麼高深的智慧 才能流傳千載 代代相傳 就是呀 你看啊 這歷史上許多的修道之人呢 一看到這道德經呢 就知道 這不是一般普普通通的道理呀 可是有更高一層的智慧 在這里頭呢 就算不是修道之人 看了道德經 也能懂得一些道理 後來呀 那些修道之人 都是遵循著老子的道 拋棄了虛榮浮華的名利富貴 個個修身養性 有些人呢 還真能夠精進修煉 圓滿功成了呢 那這老子回去之後呢 到底又發生什麼事了 後來呀 可惜周朝仙族夜 拨亂天下烽火音呢 各位 話說呀 這老子寫下這部道德經 流傳後世 工人參悟 但是當時的天下百姓啊 可就沒這麼幸運咯 又怎麼了師兄 說到這大洲王朝的後半時期呀 其實咱們當時看到的也就一個字 亂 啊 這話怎麼說呢 這個呀 你就聽我慢慢仔細道來吧 天子師德隱憂幻 諸侯兵戈起泼蘭 春秋無霸號稱主 戰國七雄更添亂 各位 話說呀 這原本一派清明的大洲王朝 傳到了一位周幽王 這位周幽王啊 不但不中道德 而且非常的貪戀酒色 話說有一回呀 有一個朝臣 為了要討好幽王啊 就進行了一位美女 叫做包四 這個包四呀 是長的櫻桃小口 完美鳳雅恩 是生的花容月貌 倾國倾城啊 這周幽王呢 得到了包四之後 更是變般加厲 成天啊 和這位重妃 是日日歡歌 夜夜風流 沉戀在酒色當中 連續三個月是不離朝政啊 這群臣們無奈呀 真擔心這位周幽王啊 會像當年的商咒王一樣 因為荒淫酒色而導致亡國呀 雖說這包四不像當年的蘇達吉 是位活力精化身 但是啊 古語有云啊 這國之江王是必有妖念 這位包四的來頭 可是不同小可 非比尋常啊 這話怎麼說呢 這個就要說到啊 在幾十年前 這周幽王的先祖 周立王 當朝主政的時候啊 在后宮深院裡頭 發生了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呢 就是呀 有一個小宮女 在後頭清理房間 收拾房間的時候啊 無意之間 翻出了一個珠寶錦盒 哎呀 就趕緊把珠寶錦盒呀 交給了周立王 這立王一看啊 啊 這 這不就是老祖宗們 傳下來的珠寶錦盒嗎 記得老祖宗說過 那是當年夏朝的時候 天降神龍吐了一口水 就把那口水啊 裝在這錦盒裡頭 過了這麼多年 沒人敢打開來看呢 哎 哎 不如我來打開看看 見識見識 這神龍的口水 到底是啥樣 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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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打不開呢 我 呀 呀 好 我打不開你 我摔你 我 呀 這立王這麼一摔呀 哐蕩一聲 那珠寶錦盒是破碎一地 但奇怪的是 這里頭竟然跑出了一隻 長得像烏龜的小怪獸 這旁邊的宮女啊 是嚇得渾身動彈不得 這隻小怪獸就跳了上去 把那宮女 噗痴一身給咬了一口 眾人們啊 趕緊上前搶救 只見那小怪獸 啪嗒啪嗒的就這麼跑不見咯 接著呀 怪事可就要發生了 那位受傷的宮女 竟然因此而懷了孕 這一等啊 就等了四十年啊 四十年之後 把這肚子裡的孩子給生了下來 生下來之後一看 呦 是個女婴啊 不過這位宮女也害怕呀 這種孩子怎麼能夠留在宮裡頭呢 於是呀 就趕緊偷偷的把這位女婴啊 趕緊送到宮外去 隨便找個鄉下人家給撫養大咯 這巫妃兔走 一年過來又一年啊 那位小女孩終於長大了 她是誰呢 想不到吧 世上竟有這麼瞧的是 她就是當今周遊王重信的妃子 包四 不過咱們話說回來呀 雖說這位包四是長得眉眼動人 不過還有一件事 卻讓周遊王是漫漫不樂 什麼事呢 就是呀 這位包四他老是不孝 你們說這一位絕世美人 老是崩著一張臉 面無笑容 這也難以取悅君王嘛不是 於是呀 這妖王就和一群奸臣小人們 想了一計 要讓包四大笑 接著呀 就帶著包四 上了離山的烽火台 然後命令士兵 點燃火台敲擊戰鼓 裝作是軍情緊急呀 這四方的諸侯一看了 哎呀 還真以為是京城裡頭 發生戰事趕緊帶上援兵 前去支援哪 沒想到這一上了離山 一見 哎呦 怎麼丁點兒的事也沒有呢 這諸侯們哪 是大眼瞪小眼 不知這是怎麼回事 後來他們才知道 是被妖王給騙咯 哎 不過話說也奇怪 這包四啊 一見到諸侯們 不知所措的傻樣 還真得是大笑開懷了 於是這幽王啊 就對著諸侯們說 哎呀各位各位 寡人只是為了博得紅顏一笑 才出此下策的 沒事沒事 各位請回吧 哎呀 你們聽看看 這種玩笑開得了嗎 這是軍國大事 其能兒戲呀 這周遊王 失德失信 從此之後啊 這諸侯們 就對大周天子 失去了信任了 哎果然 數年之後 許多諸侯們啊 紛紛稱霸稱主 都不再理會朝廷了 於是這周朝呢 就這麼由上而下 一層一層的敗壞下來了 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啊 這神州大地上 先後出現了 齐 宋 晋 秦 楚 五位諸侯以強大的軍國勢力 在天下稱霸為主 號稱春秋五霸 這個時候啊 大周天子 早已是形同虛設了 不過 這還算好的呢 就在春秋五霸之後啊 那天下是更亂了 人心啊 沒有了道德的標準 個個是唯利仕途 一些小諸侯們啊 也順應時事 族兵建國是各聚一方 這個時候 是天下群雄並齊 戰火不息啊 而這大周天子呢 在這個時候 實際上已經是 名存實亡了 就在這群雄並齊的時代 這神州大地上 又出現了七個 最為強盛的國家 那就是秦 楚 齊 燕 趙 衛 韩 號稱戰國七雄 這七個國家呀 靠著兵多將廣 彼此之間是你來我往 而與我詐 爭奪相鬥全毛相交啊 使得是天下擾攘 進封煙 神州戰火山綿岩啊 各位 這戰國七雄到底還會掀起什麼樣的風波呢 咱們下回再說吧 人間長不及 一首歌一初心 一首歌一初心 神州醉夢醒 多少寒血多少心酸淚為水滴 多少風頭雲吹風行 小難兵 說不定 不管吐他可悲 但可惜 只為神鬥一風傳天地 傳天